同样的身材 头尾大的明显比头尾小的看起来更显胖 对于暧昧的女生来说 这就是硬伤 小个子都能通过穿搭高跟鞋得到改善 咱们头大脸大的女生 照样可以通过发型得以完美修饰 有气质还显莲笑 本期头大脸大的发型选择就此展开 第一部分 易出错的三种发型 发型一 紧贴头皮的发型 不管是批发还是扎发 只要紧贴头皮就一定会非常灾难 就拿乔欣来说 在众多女性当中 她的头脸不算小的 就连本人都曾调侃过想要整头 如果发型紧贴头皮 大脸和大头就会展露无遗 没有任何藏身之处 这样一来影响的不仅是颜值 还会导致头重脚轻 发型二 削薄发尾的批发 先不说削薄发尾了 批发就能让头大的问题更加明显 如果再把发尾的头发打薄 或者进行多层次处理 整个头型就会呈现倒三角形 防人的视觉就更容易集中到头尾以及大脸上了 两边都逃不着好 因此在发尾部分需要保留一些厚度 在做卷发的纹理就能更好地平衡头尾的大小 达到良好的视觉效果了 发型三 双边边发 头大的人不一定头扁 但头大且脸大的人却往往伴随着头扁 此时如果将头发往两边剥开的话 脸头就会被完全暴露出来 要想效果更好 建议还是尽量往中间靠 不过单鼓边发 环绕边发 视为更加的选择 只是得注意不要变得太紧 要保留一些额前碎发 才能进一步修饰脸型 营造小脸的假象 第二部分 三种不易出错的发型 发型一 有刘海的发型 刘海发型不稀奇 对于脸大头大的人 它的关键不在于遮得越多 效果越好 而在于要遮得恰到好处 比如骨骼型大脸 就比较适合S型刘海 对大脸有修饰作用 对于风格也没有特别明显的限制 肉多型大脸 比如甲铃 就比较适合起刘海 脸部面积明显减少 还透露着可爱亲切的味道 短发的话 三七分刘海的效果就是最完美的 显脸小 还兼具透气感和高级感 发型二 卷发发型 卷发发型就称得上 是头大脸大人群的绝配了 如果你担心闲老 就趟大波浪卷 或者在发尾做局部微卷 偏复古风的拳头羊毛卷也不错 不过头发多的还是要谨慎 会很像鸡毛狮王 动进阶的追求还有烫发根 尤其针对扁头和头发细软的人 一旦发根的蓬松度提高 发型的精致程度也会有所提升 发型三 卷发加扎发发型 大家日常使用率最高的还是扎发发型 为了达到头尾和脸看起来更小的效果 我们大可以先烫卷再扎发 即便扎的位置低 有了卷度加持也不至于那么扁平 无论是丸子头还是扎发 都能起到平衡头尾的视觉作用 第三部分 发型颜色选择 浅发色就最好不要尝试了 因为它自带膨胀感 会显得脸和头更大 头大脸也大 保留自己的原生发色就好 如果非要染发 可以在深色系里面进行选择 像红棕 深刻 巧克力棕等 提高光泽度和彰显气质不说 还可以在视觉上达到收缩效果 进而显瘦 那当然也可以像这样 选取两到三种相近的颜色进行混搭 就能有效削减沉闷 本期结束 别忘记三连呀